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诚意是一位备受关注的明星演员 她的才华和颜值都让人惊叹 然而,在拍戏的过程中 她不幸受伤了,不得不坐住轮椅进行直播 在直播接近尾声的时候 主持人提议让诚意在一旁候场 这样下来节目可以更加顺利进行 然而,助力滔滔误解了主持人的意思 错误地以为她是要诚意离开直播现场 于是,滔滔退住诚意的轮椅朝着离场的方向走去 诚意察觉到了不对劲 她感觉滔滔的行为有些奇怪 于是她问道 主持人明明是让我后场 你为什么要退住我离开 滔滔解释说 哥,你听错了 主持人是让我们直接离开的 走了走了,诚意等等 我还没有和我的果果们说路上注意安全呢 滔滔,可是该退场了 下次再说吧 事后,诚意的工作室发了一条微博 转发了诚意没有对粉丝们说出口的叮嘱 然而,我们必须强调的是 滔滔并不是每次都这么不靠谱 对于诚意来说 滔滔不仅是一位助理 更是一位亲密的家人般的存在 在之前诚意受到全网黑的时候 她都是滔滔陪在她身边 保护住她不受伤害 当人群拥挤的时候 滔滔总会护住诚意 不让她被粉丝挤到 诚意的形象在滔滔的陪伴下得到了保护和维护 滔滔始终一家人的身份出现在诚意的身边 并为她提供无私的关爱和支持 这种深厚的感情让人感动 也让人对他们之间的友谊感到羡慕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